记者方志贤高雄报道,高雄市一年两次的旋日奇景,去年11月12日,市府半峰街拍旋日,无奈天宫不作美,今又是拍旋日时间,再度吸引上百人攻占安全岛墙拍,最后人因云层太后失望而归。 高雄市台湾观看旋日最佳城市,每年有两次欣赏旋日的机会,分别是1月27至29日间,11月11至13日间,夕阳落在青年路两旁离帷幕大楼间,余晖把街道渲染成金色大道。 去年11月12日,市府举办峰街拍旋日活动,但气候不佳,让许多摄影爱好者失望而归。 今年卷土重来,原计划于今傍晚再度封街,但因青年家具街商圈一半高雄过好年封街活动,令天气预报可能下雨,所以未在封街。 今天下午三点多,青年,明泉路口的安全岛上,就日记大批摄影爱好等待强拍旋日,一度环影来远景劝导,希望拍摄者注意自身安全。 到了五点多傍晚时段,人因云层太后再度让大批摄影爱好者失望而归。